暗星来袭 速度10马赫的战机在壮志凌云2里面 有一款战机深深吸引了火力军 那就是影片开头的暗星 外表看起来跟美国现役的SR71黑鸟差不多 但性能却强了N倍 一句话概括 那就是10马赫的有人战机 简直是所有飞行员的梦中情急 火力军深入了解之后发现 这个设计可能还是真的 有可能是臭幼工厂尚未发布的SR72 只是10马赫速度配上有人这俩子 火力军总觉得有点不现实 所以这期视频咱们就来聊聊 暗星是美国展示的黑科技 还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速度10马赫的战机又需要什么条件 在以往出现的飞机中 最接近10马赫的就是美国的X43验证机 9.7马赫 但是其实用性基本为零 试飞X43时 美国使用了辅助动力 一架B52B携带X43与飞马火箭起飞 等到B52B升到1.2万米的高空之后 再将和X43A捆绑在一起的飞马火箭点燃 利用火箭将其推到2.9万米的高空 最后才是X43单独飞行 虽然速度达到了9.7马赫 但是其持续时间却只有10秒 比蛮王大招的无敌时间长了那么一点点 划行一段时间之后就坠入了太平洋 其次就是美国的X15验证机 速度6.72马赫 它能达到高潮音速靠的是火箭发动机 在X15的机翼下面还有两个副油箱 一个装液氧 另一个装氨 延长火箭发动机的燃烧时间 再往后排就是美国的SR71和俄罗斯的米格25 速度差不多都是3马赫多一点 SR71的技术含量还高一点 采用了大量当时的最先进技术 太结构 五喷冲压变循环发动机 即便放到今天也堪称先进 米格25唯一能称到的就是屁股后面的两个发动机 所以现役的战机没有超过4马赫的 与岸星的10马赫相差甚远 接近10马赫的只是燕肘机 根本无法量产 问题来了 速度10马赫的战机需要什么条件 简单来说 有三个 动力 材料 和Marlene 战机的飞行速度基本全部依靠发动机的推力 想要达到10马赫的飞行速度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发动机 现代航空发动机的水平很难支持战机能以10马赫的速度飞行 SR71窝喷和冲压发动机的组合也只是让其达到3马赫 俗话说的好 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 达不到那就改进 其中比较特殊的就是美国的超燃冲压式发动机 其燃料的燃烧在高速飞行状态下会产生压缩气流 并和空气中的氧气反应产生动力 差不多就是岸星加速的模式 也就是说 战机有两套不同的发动机 或者是发动机的模式不一样 战机在加速到3马赫之后使用超燃冲压式发动机 使战机获得更大的推力 刚好还弥补了超燃冲压式发动机在静止状态下 不能自行启动的缺点 按照美国的说法 这种发动机有可能能实现15马赫 这个不是火力军瞎说 在猎鹰计划中 洛马公司还专门实施了一项 猎鹰组合循环发动机技术子计划 目的是通过地面实验来验证组合循环推进系统之间的匹配工作 主要包括两种发动机工作状态转换 进气道与超燃冲压发动机之间的匹配 共用喷管及喷气对飞行器气动性能的影响等实验 这不就可以使用两套发动机了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把思想放开一点 除了改进发动机 我们还可以在战机上加点动力源 装个火箭发动机也不是很难 就比如X-15火箭飞机 所以美国的X-15和X-43已经验证了 速度可以达到 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持久 这就稍微有一点难度了 除了发动机 材料也是一个问题 它的耐热性与强度是否可以满足10马赫的飞行速度 当飞行器以高超音速在大气层中飞行时 机身表面的温度会逐渐升高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热障 飞机飞行时 机体表面与空气强烈摩擦会产生热量 如果速度一般2.5马赫以下 那就无所谓 风一吹热量就散了 但是速度过快超过2.5马赫 产生的热量就来不及散发 那么温度就会急剧上升 而且是速度越快温度越高 S271黑鸟在进行3马赫的高速飞行时 其机身表面的温度达到了260度 机体前端的温度更高 60年代期间测试的X15火箭飞机 在进行6马赫的飞行时 机身表面更是达到了650度上的超高温度 如果飞行速度达到8马赫 那么飞行器头锥部位温度可以达到1800度 10马赫火力军估计 头锥部位的温度能达到2000度 机身表面的温度上个1200度应该不难 为什么满足材料的耐热性 现在美国的大部分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头部 基本上采用的都是乌机材料 这种材料在耐热上确实可以满足战机高超音速飞行 但是贵 不能大范围的装备 而复合材料在新材料的设计与加工也不简单 就像美国的猎鹰 试验中多次推迟的原因就是碳机体材料出现了玻璃问题 弹道导弹的末端速度虽然也是高超音速 但它的热效应主要集中在升空和载入阶段 时间相对有限 在热防护上是以隔离为主 机体材料可选择的余力比较大 但高超音速战机那是长期在大气层内飞行 气动加热持续时间要比航天气更长 如果没有有效的温度控制手段 那么结果估计就跟壮志凌云二里的暗星一样 在达到10马赫之后散架 飞行员估计也是直接嗝屁 像电影中阿汤哥在飞机解体之后 还活着回来喝咖啡的情况 各位可以直接忽略了 有点玄幻片的感觉 毕竟近几十年基本上没有真人超音速弹射的案例 最后就是Marlene 有钱才能升起发动机研发新材料 而且研制这种速度10马赫的战机 所消耗的资金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就比如SR71 为了增加强度减少重量和耐高温 机身90%使用了钛合金制造 当时钛的价格比黄金贵得多 虽然现在的价格要降下去不少 但如果想要10马赫以上的速度 温度就是另一个阶段 估计能达到2000度左右 这个时候依靠钛合金就不行了 而且能满足10马赫飞行速度的材料 价格只会更贵 造价是一个问题 维护又是另一个问题 SR71每小时的飞行成本为3.8万美元 而它每飞行一个小时 就需要消耗地勤维护班上百小时 一架SR71每年消耗接近3亿美元 研发费用每个几十上百亿美元就别想了 火力军估计暗星的造价跟B2一个级别 甚至说更高 那么目前人类能不能实现战机10马赫很难 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 就是解决上面这两个难题材料与动力 那如何让战机保持实现10马赫的飞行速度 在现有的发动机技术无法获得突破的情况下 火力军觉得特制的燃料会是一个突破口 就比如SR71的机密燃油JP7因为过于机密 火力军也不知道里面的成分 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它可以让SR71更持久 这放在暗星这种10马赫的战机上也是一样的 在前置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新型燃料可以为飞机提供更多的动力 而且燃烧时间更长 从而让战机保持10马赫的速度 至于温度确实是一个难题 但并不是无法解决 毕竟我们总不能只管飞 让战机随即散热 X51A就有一种主动冷却技术 该技术是通过热交换器实现 发动机和机身表面的散热 将燃料作为结构散热的载体 在热交换器内流动后带走发动机的热量 承担发动机散热的作用 在高温段吸热后的燃料裂解成低分子产物 循环到超燃发动机系统后还更适合要求 主动冷却装置与能大规模使用的新型材料结合使用 战机才有机会达到飞行速度10马赫的要求 至于10马赫的有人战机 火力军认为不会出现 就如暗星里的军官所说 暗星这种战机迟早会是无人的 有人战机不是不能实现 而是没必要 这就要考虑到有人和无人的区别了 有人也就意味着战机的机动性会受到影响 就比如导弹能做到几十G的机动过载 有人战机能做到吗 很明显不能 一个是材质结构的问题 另一个就是人体只能承受9G的过载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在飞行过程中 飞行员此时的体重为中正常体重的9倍 没受过专业训练的身体健康的普通人 最多4G是安全的 飞行员大约可以瞬间承受9-10G 这个是意识清醒的极限了 再大由于供血不足或大量血液涌向大脑 就会造成意识丧失而昏迷 飞行员连续5-8秒承受这个过载是没问题的 前提是那种顶尖飞行员 前苏联的尤里加加林能硬扛12G过载 再高就不行了 人会失去意识甚至死亡 现在科技水平已经对抗和服改良了很多了 但是依旧承受不住更高的过载 无人的话就只需要考虑材质的问题 在机动性上就上升了一个台阶 虽然达不到导弹的四五十个G的机动过载 但是砍一半达到二十剂还是可以的 并且现代战争以导弹为主 很少近身缠斗 无人机躲在远方发射导弹还是可以胜任的 说了那么多各位应该也明白了 暗星这种速度时马赫的有人战机是不会出现的 当然美国这种玩战机的鼻祖自然也知道这个问题 所以暗星虽然有模型 但并不是影片中的时马赫 有可能是S271黑鸟的下一代 SR-72临界英 壮志凌云2里面的暗星的SR-72与洛丁公司 在其网站上发布的2016年的渲染图完全相同 甚至连尾部的臭幼工厂标志都是如此 唯一的主要区别是电影SR-72的左右两侧 增加了飞行员驾驶舱窗户 而现实世界的飞机是无人驾驶的 不需要任何窗户 目前根据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透露的情况 SR-72战机使用超燃冲压发动机 最大速度6马赫 而且还可以装备高超音速导弹 注意火力军上面说的可能 对于SR-72项目如今是否还真的存在 以及它到底是有人驾驶飞机 还是一种无人机 外界都完全处于猜测状态 2007年最早传出SR-72存在的消息时 它是基于美国猎鹰高超音速飞行器项目 发展而来的高超音速有人驾驶侦察机 项目代号黑夜 但由于美国在高超音速飞行器领域遇到了一系列技术难题 五角大楼认为短期内无法突破相关技术 所以这个项目在2008年就被取消了 2013年美国航空周刊再次传出臭幼工厂 在研制SR-72项目的消息 但此时它已经变成了一种高超音速无人机 预计最大速度超过6马赫 即情报收集侦察监控打击等诸多功能为一体 最快将在2023年收飞 本世纪30年代正是服役 但是如果这个战机是真的 那么它不仅是新型高超音速侦察机 还是一个能从平流层携带秘密打击武器 对重要目标的轰炸机 SR-72将赋予美国显着的战术和战略优势 来改变空中力量的定义 并永远改变美国威慑和应对冲突的能力 目前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的概率已经变得非常小 但大国之间摩擦和间接冲突却变得愈演愈烈 而且越来越复杂 随着装备的发展决定成败的因素 不再是某个单一的装备对抗 而是两个体系的碰撞 美国的SR-72无人机在空中优势可以说是无敌的 改写战争规则也不是不可能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暗星在现实中可以实现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世界手里 demasiado 一点平面风 儿体型 如果ap数外道 咪 水 achen 铺 剪 母 目 月 AB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